香港人不要亂說這些話 你不認識台灣的東西 我什麼時候都說 不是吃了兩碟窩仔千里就了解台灣的東西 四小哥在台灣生活過五年 台灣的東西給了四十年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做這些東西 我給台灣什麼混的 韓國宇宙老成一點 不是十六歲 是六十幾歲 人家私隱望暴 他要出來選 因為黃金平已經說要出來選 喂 你這個因公子出來選 你出來選不然有些酒精 即是如果報告那個黨內初選的話 是的 那你是不是有些問題 第二樣 喂 你答應了高雄市民要做四年 你跳出來 是不是有些說不過去 是 第三個也很現實說 浩文昨天也說了 韓國瑜贏 八十九萬票 但不要忘記 陳其萬拿了多少票 陳其萬也拿了不少票 韓國瑜贏 是贏多少% 七個% 很多是因為黃金平的力量退出來 如果你出來選 你是不是得罪了黃金平 我得罪了黃金平 OK 你韓國瑜真的做了黃民國總統 OK 你都一定做到 但問題就是來了 高雄市是誰做的 誰接替高雄市 你得罪了黃金平的話 OK 黃金平扯上手 不用踩到你 扯上手 你那七個% 一來一回 三個四個% 搞定 是嗎 是嗎 那裏有多少人 你知道嗎 15萬不用 台灣高雄市 三四百萬人投票 15萬 很小數目 一個區 一個園 已經搞定了 所以韓國瑜在這種種種因素之下 他就真的比較婆媽 他沒有辦法不婆媽 一直都要等所謂的黨徵召就沒有辦法了 沒錯 你私人觀察他想不想做總統的 你私人觀察 不用私人觀察 我直接告訴你 因為我跟他後面的人都認識的 我一路收的風 一路聽回來的韓國瑜 又始終是不想做 直至 直至什麼情況出現呢 直至他去美國之前那個禮拜 嗯 除了你的禮拜 嗯 黨裏面那些韓粉 和黨裏面一大批 中常委 鼓動他出來選 嗯 用什麼原因呢 因為他覺得有機會 嗯 真的有 事實上也真的有機會做到 是 但是韓國瑜做 他有問題 稍後我會講 希望有時間 嗯 OK 去完美國 他真的心紅了 因為美國在哈佛 去見的人 層次不低 嗯 因為為什麼他這次來了香港 來了香港 因為其實他有一個部署的 他為什麼來香港見中聯辦 去到深圳見劉潔一 嗯 劉潔一 劉潔一是 對台事務最高領導來的 最高領導 那是 但是他 就冷不提防 有一個郭台銘出來的 好了 到了郭台銘 郭台銘 眾所周知 應該是李鬥中的滾滾豬公 推他出來的 嗯 未必 未必 喂 不懂台灣的事不要緊 真的要聽下社交友說 是 郭台銘為什麼跳出來 說天后報夢叫他選 你知道為什麼 這個幕後故事 我們現在馬上在這裡說 是 他針對的人是誰 兩個月內 講同一番話 為同一件事的 除了一個台銘 還有一個叫黃金平 他這樣說 他是難,不是難韓國瑜 是難黃金平啊大哥 你們不熟台灣人 就暖夠吹啦 你不知頭不知頭 好